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随着这部电视剧的播出,收视率却每况愈下,现在长期稳定在0.4到0.5之间,引起很多人的吐槽 现在宇军哥在播出十多天以后,豆瓣评分终于出炉,4.9分的成绩按照一般评分来说确实不算高,但是根据他的收视表现来看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但是湖南卫视粉丝似乎对宇军哥还是各种不待见,连4.9分都觉得偏高 看来宇军哥不仅没有收获到更多的粉丝,还引起了湖南卫视大批粉丝的不满 如果说最开始宇军哥被转抢了余生请多指教的档期还引起肖战和养子粉丝吐槽的话 那么现在4.9分的成绩分行却表现出这部电视剧的分也该这么低 如果按照打五星是粉丝行为,一星是黑粉行为来看的话,扣掉一星和五星后,打两星的网友依然最多 所以这部剧本身的质量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余生粉丝恶评无关吧 从网友的评论来看,从这部电视剧《浮化道》以及《演员的演技》,整个剧情来看,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看来诚意要想让事业更进一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吧 读者朋友们,你们有给与军歌分吗?这部剧值几分? 诚意与军歌斗半评分出炉,湖南卫视粉觉得偏高 分形显和肖战余生粉丝无关 关注军歌词 空军歌词 文字幕志愿者 意味着 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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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对解了解 绝对解了解了解和脱海 解了解了解了解最后一遇下的解写横了解这部感觉